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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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我知道了爱多美这家超市 当时对方跟我讲 爱多美这个网络超市有大米泡菜 其实到现在新加坡网站也是没有大米泡菜 但是当时他讲的这两句话 就深深引起了我的兴趣 因为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在韩国超市 买大米泡菜这些韩国的一些产品 所以我也很幸运 当下放下电话就去网络搜索了爱多美 我也意外地在视频发现很多很多 关于爱多美的这些影片 董事长的讲话 李生元博士的讲话 还有就是一些成功人士的分享 产品的介绍等等 这些视频一个一个 我越看越感兴趣 所以真的就看了三天三夜 这个时候刚好是二月份 那我知道这个公司呢 三月六号就要开业 但是呢 对这个产品的好奇心呢 让我等不及这快到来的这个 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打电话告诉我的那个亲戚 让他想办法 能不能帮我买一些产品 今天我没有准备 我很多的伙伴都看到 我在微信圈发的 是2015年二月份 我的六项的产品寄到我家 其实我所有爱多美事业的开始呢 都是从这个六项产品开始的 这些产品呢 我从牙刷牙膏 洗面奶 还有冲 这个冲凉的 洗头的 包括咖啡 当时六项产品 所有产品 我一个一个试 有些产品试两次 我就已经判断 它是又好又便宜的产品了 因为这些产品呢 我们都是每一天每一天用的 不需要别人告诉你 自己就能判断了 那真的我想问问大家 我们今天来这里的 所有都是销售大师 我们周围 你有苦口婆心的 跟他介绍我们的产品 他有没有马上换 或是马上买很多产品来体验的 如果有这样的人 他一定是很好的爱用者 以后也会成为你的事业伙伴 接触爱多美之前 其实我真的没有做过 没有做过工 没有经验 更没有做过直销 但是 就是这些产品 让我有勇气 有信心 走出去 跟周围人分享 大家好奇的话呢 可以问 我们在座的雪奇老师 还有丽艾老师 在我这个团队组织里 只有他们两位 是认识我的人 真的是非常内向 而且不喜欢讲话的人 但是这些产品呢 我在家试的时候 我周围没有人 但是我都真的 一边躲步 一边在 激动地讲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产品 如果有这么好的产品 真的 我觉得好 我周围的人 也一定会觉得 这个产品很好 就是这样一个 简单的概念 简单的想法 我开始呢 跟我周围邻居 介绍爱多美的牙刷牙膏 这六项产品 除了我自己提案以外 因为我没做过销售 说实话 我连一只牙膏都没有卖 我都给大家试 让他们回家试 3月6号开业呢 我们就可以在网上买了 大概一年的时间 我分享这个 分享这个爱多美超市呢 都是这样的方式进行的 进行的 那现在三年半的时间 整整三年半的时间 我大概计算了一下 我自己亲自啊 亲自找的事业者呢 大概15人 大家看到的 现在比较活跃的以外呢 还有一些 因为工作的关系 其他领域的关系呢 不能进入系统的 包括在内一共15人 还有就是呢 消费者 我亲自给注册的 大概有80几人 就是从这些人开始呢 现在拥有了这么一个庞大的团队 那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呢 感谢我所有 所有一直坚持 坚持在这个平台上的 所有伙伴们 我现在的 每一天的对碰 刚刚 这个韩国的钻石大师 也有给大家看 那我一天的 这个小编的对碰 已经每一天超过600万 大编的 所谓大编 已经超过1200万的积分 所以每一天的对碰呢 就是800新币左右 一周的对碰 已经超过5000新币 一个月呢 已经有了25000新币以上的 这样的收入了 那这绝不是一两个伙伴 就可以做得到的 那和我们爱多美这个 这个系统 爱多美这个公司 提供给我们 可以成功的平台 是离不开的 爱多美最有魅力的地方呢 就是说 像我这样平凡的普通人 也可以成功的平台 我讲这个收入 不是为了炫耀 因为我坚信 在座所有的销售大师们 都会和我一样 经过一年两年 三年五年的时间 我们会有一样的收入 我们会在同一个目的地 相见 相见 所以我坚信 我们在座所有的销售大师呢 已经走了我们成功的这一步 这一步 那接下来 我们跟着周围成功人士的脚步 跟着坐就可以了 就像董事长讲的 其实爱多美这个事业呢 非常简单 我从2009年 董事长的视频 一直看到现在 整整有一本的笔记本 是记录董事长的讲话 我的激情 我的所有的 这个事业的 这个原动力 其实都来自于董事长 董事长的每一次的讲话 李盛元博士的讲话 成功人士的分享等等 韩国很多很多成功人士 他们从钻石大师 玫瑰大师 星光大师 到现在的尊王大师 他们的视频 在YouTube都可以查得到 我可以看得到 他们从钻石到皇家 到尊王的变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爱多美这个事业呢 相信很重要 只要你相信 你可以在这个平台成功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功 那今天呢 是爱多美公司的文化 那在我们墙上贴着的 其实都是我们 爱多美公司的文化的内容 那这家公司的来源 其实呢 是因为我们遇到了这样 百年不遇的这个奇才 董事长创建出来的 创建出来的 那当时他拿到这个 Hammerheim和富富六建筑的贩卖权以后 他的故事很长 其实很长 那他拿到这个两个贩卖权以后呢 他其实是想找一家好的直销公司 把这个产品给他 他做一个经营者 大家都知道 我们董事长呢 做过直销 从基础的事业者 一直做到最高级别 当时他的身体状况特别不好 他一直按照自己的标准 寻找这样的公司 可能可是没有找到 那他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公司的老板呢 一定要有直销的经验 第二呢 就是说我要以日常生活必需品来在这个平台流通 那这个产品的哲学就是又好又便宜 第三个呢 就是说奖金制度的分配 他希望是上中下比较平等的 这样一个均富的这样一个原理 第三呢 第四呢 就是说希望这个公司有一个统一的系统 这样呢就是不分你有没有能力 都能通过这个公司的系统 大家一起成功 但是他找了一段时间没有找到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公司呢 就在董事长的这个手下创立起来了 那 其实我们都很熟悉 我们的这个社讯 大家每天都念 还有就是我们的经营这个目标 顾客成功 还有流通的枢纽 做超一流的企业 那我们还有一个创业理念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其实那边墙上就有挂着 我们的创业理念 它是我们董事长创业时候的 三个中心的一个核心的内容 第一是什么知道吗 生存 因为董事长曾经做生意失败过 所以呢 他在创建这个公司的时候 他首先要立志 永远让它存在 一百年两百年 这样一个 这个想法 理念 来创立这家公司的 第二个呢 就是速度 大家有没有了解过 这速度 还有均衡 这三个字的含义呢 其实三年半以来 只有一位伙伴 他问过我 三子老师 速度是什么意思 在这里边讲的速度是什么意思 我也顺便问问我们各位领袖 我们这里讲的创业理念的速度 它代表什么含义呢 时间 速度 速度 董事长是这样解释的 一个在公司的这个角度 它是用最低的费用提高效率 这是一个 对于我们事业者来讲 其实我们的事业 为什么可以倍增 我的 收入 从零开始 经过两年半 去年九月 我进入领袖俱乐部 月入一万 那今年九月 我进入皇家领袖俱乐部 月入两万 它为什么 可以有这样一个 快的速度 是因为我们的事业呢 是一个 几何倍增式的事业 其实没有黑板 我可以给大家写 那个 我们都 都有听过 今天我发薪水给你 今天给你一块 明天两块 第三天四块 第五天八块 这样地增 几何地增以后呢 31号那一天 你知道你会得到多少薪水吗 如果用韩币 一块来计算的话呢 31号那一天 你会得到20亿以上的韩币 所以董事长告诉我们 一个道理是什么呢 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感觉 感觉来经营爱多美 爱多美这个事业呢 是符合数学原理的 我们的收入 为什么到一定的临界点 可以倍增 我的今天的两万 明天一定会成为四万 是因为它符合数学原理 数学原理 这个是一个内容 第二呢 我们为什么 我们的事业可以增加我们的速度 在爱多美 就是爱多美从创立的时候呢 它就想到了 我们事业者在爱多美呢 要利用借用公司的系统 我们传统的一个学习方式呢 就是我学习到了 我去教一个人 再教一个人 一个一个这样去传递 但是在爱多美 它不是执行的 它是一个并列的关系 为什么我们要进入系统 其实道理也在这个里面 进入系统 通过研讨会成功学院 我们所有的伙伴呢 并列的方式 可以接收同一个情报 这样呢 对我们这个事业的发展呢 能起到一个加倍的效率 提高我们的效率 对我们的这个爱多美事业呢 非常有帮助 这是讲的速度 那均衡大家知道吗 公司通过生存速度 提高了价值效率以后呢 怎么样去分配 均衡的分配 我们的这个价值 我们有一个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 文化 文化 对爱多美企业的文化 它首要的三点是什么 知道吗 我们的文化 第一重要的是原则为中心 是不是 分享 同伴成长的一个文化 那爱多美同伴成长 在这个均衡分配里呢 呃 体现的淋漓尽致 董事长说 我们不仅对社会 国家 和我们的 呃 合作企业 还有呢 我们内部的职员 包括我们的事业者 包括消费者 甚至没有进入爱多美系统的 社会的一些弱势群体 都要通过爱多美受益 这是均衡分配的一个 它的事业的理念 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我们的奖金制度的分配 在这里也体现出来 我们的奖金制度是 均衡的一个原则 一个原理 大家觉得我比 在座的各位呢 做得比较早 我赚得比较早 但是我一直继续赚下去 大家一定觉得不公平 对不对 但是呢 明年四万 再到五万 封顶的时候呢 我呢 停在那里 和大家在这个地方呢 赚一样的钱 这就是奖金制度的 人性化 科学化的地方 董事长这个奖金制度呢 是他通过 比较全世界知名的十几家 包括A公司 U公司 N公司 所有的奖金制度 轮回贯通以后呢 最后三天三夜 真的吃那个碗面 创造出来的 这样一个奖金制度 那这个奖金制度呢 美国的专家都说 是在他们 美国双轨制的 这样一个制度 更加完善的 这样一个 人性化 科学化的制度 所以我们可以在 爱多美成功 其实呢 是因为 爱多美 可以让我们成功 一个普通人 可以改变 命运 改变生活 改变家族命运的地方 只有在爱多美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 每一位销售大师们 已经走进成功的 第一步了 迈进第一步 那接下来的路呢 能够继续 按照爱多美 原则 原理 遵守 原则为中心 进入系统 带领周围人呢 继续 向爱多美 成功的目的地呢 前进 那爱多美这家公司呢 是一个 百年和百造 这样的公司 那我们在座 所有的领袖呢 是这个百年百造公司的 带头 领队的 是个领袖 所以呢 我们 要做爱多美一个 自豪的 非常 怎么讲 你对这个公司 要有一种 自豪感 然后作为一个爱多美人呢 我们 以自己 骄傲的这样一个知识呢 和这个企业一起成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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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